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月16日 护法菩萨开示至心灵法门佛子修行弘线 非2018年执守太岁菩萨将五大将军及官邸菩萨开示 五等护法天神不会舍 任何修行弘线于佛子 任何戒律都是明于心 行于表 佛子只需按照卢君洪台长的开示一教奉行即可 南无斗战胜佛 心灵法门佛子好好领悟佛理 用心持戒 护持佛门道场 莫求神通 护法天神 献体莲花 魂体15xxx 南 某国 一朵已成枯萎形态 莲花底座 浮现深褐色气体的莲花 被送到周苍菩萨脚前 护法天神在天上都很高大威武 护法天神 辱自修行以来 专作表象 懈怠偷懒 不改邪淫习气 淫欲念想过重 护法天神数次梦中 提示辱修行上所犯错误 梦形依然不知悔改 莲花本是清净法身所化 邪淫恶气是天地不容 欠把你莲花万功德全数扣除 辱回阳事须多行善道 好好护持家 中心人弘扬佛法 如若邪淫习气不改 命中后终难逃脱 三恶徒之果报 妄如好自为之 说完 护法天神清点 莲花魂体15xxx 白光天雷闪过 从顶座散发的深褐色气体 佛子所行邪淫恶气 瞬间把莲花瓣的能量包围 七八朵莲花瓣 消失不见 护持佛门道场功德 被扣除 只剩莲花篷形态 慢慢的莲花篷也消失了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第五 马来西亚 2019年3月3日 达 送上去的莲花是一个很强的能量 要消除莲花瓣 也要用很强的能量来打 如果不用这么强的力量打 莲花瓣消不掉 师父帮你们送上去一次 多不容易 你做坏事 做坏事 就消掉了 消掉要震动天庭的 就是通知15xxx 如果把莲花瓣打掉 天上都知道 千万要注意 邪淫是最容易 让莲花掉下来的 不能做的 有的事情 真的不能做 不要等到死了 才知道果报这么重 要听师父的话 老实一点 好好守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